本週漏網東西均角逐的選項是 嬰兒座位圖 vs 壓力銷售數 經過24小時的刺激票選之後 壓力銷售數是以得票率58%勝出 其實這次還算蠻接近的 對 蠻接近的 好 來 嘉玲講一下主新聞 好 解釋一下這條新聞 知名的訂房網站 就我們知道的booking 然後他就被發現 他就會用這種壓力銷售的技巧 就例如說他會在訂房的選項旁邊 然後就寫說此房型謹慎最後一間 或者說他有限時限量這種字眼 然後去給消費者壓力 然後他就想要去訂訂這個房間 那這種壓力行銷的手法 就是我們俗稱的這個暗黑銷售法 就他可能透過網易裡面的一些隱藏的設計 或者是一些情緒勒索的語言 然後去影響這個消費者的決策 OK 其實這件事情 我想知道你們兩位 有沒有這個類似的經驗 我先貢獻一下我自己的好了 被騙的經驗 什麼時候 這個被騙的才差不多一個月以前而已 OK 我去花蓮玩 那我就在那個網站上面看 他就跟我說 這個此房型只剩最後一間 就很緊張就趕快把它訂下來對不對 結果到那個民宿之後 整個民宿只有我跟我老公兩個人 好嗎 空的是不是 這整個都空的 而且什麼叫做此房型只剩最後一間 他每個房間都長得不一樣 當然此房型只剩到最後一間 就是裝潢不一樣吧 就是裝潢 但是都是雙人房之類的 對啊 全部都雙人房啊 可是就是裝潢都不同 那我就不知道說 為什麼會是此房型只剩最後一間 那總而言之呢 我就最近才有被騙的經驗 你們兩位有沒有 我很常在那個訂飛機票的網站上面被騙 因為每次訂的時候 它旁邊價格旁邊 比如說會寫說 就是這個價格可能就是剩下倒數 三個小時 五個小時 然後我就很緊張想要去下標 結果有一次就忘記下標 然後過一個禮拜就去看價格是一模一樣 那但是啊 可是有時候像這種狀況 我會覺得說會不會其實它另有引擎 就是因為像我之前去歐洲 訂那個背包旅館嘛對不對 那其實也是在網路上面訂啊 然後也是像范姐這樣類似 只剩下幾個位置這樣子 但是到了那邊以後 發現說它其實還有空房 但是它空房是留給 要給現場的 預留的人 因為可能臨時會有現場要來的人 然後不能全部都賣給網路上 像餐廳定位也是 所以有時候會想說 我到底是被騙 還是真的他們 可是我是真的現場保留 這種通常是因為人家生意很好吧 對不對 所以才會很多walk in的嘛 那如果那個明明生意 整個女館都沒有人 為什麼要 只要這位 對啊 只要保留給誰 我覺得這個還是騙人的機會高一點的 到底這種暗黑術 到底有沒有違法 其實在英國它是有 有法去管理這個東西的 譬如說你不可以 你在訂房網站上面 你需要把所有的價格都列出來 你不能只列一個什麼 什麼都不包的未睡價 這樣是有點欺騙的嫌疑 譬如說像我這次去日本 就有什麼 溫泉稅啊 然後之前去阿姆斯特蛋 不是還有什麼城市稅之類的 那這些都應該要在網站上面 就列出來讓大家知道 然後或者像剛剛講的說 你不能讓大家以為說 這個房間非常的熱門 對 很搶手 或者是說你不能特意把某些房間硬是把它排在最前面 就是要故意讓別人就是事先看到這樣 其實這些狀況都是有違反他們這個消保法規定 所以其實英國的這個競爭與市場管理局 英國的這個競爭與市場管理局CMA 他們其實就是今年的時候其實就有發函就警告 叫業者要限期改善 不能再這樣騙下去了 OK 那除了這些暗黑的手法之外 還沒有其他 我覺得佳玲你跟我們講一下好了 好 我覺得兩個最常見的例子 就是你的Facebook帳號 如果你就是某一天突然想要註銷它 或者是你想要暫停使用的話 你一點開之後 你就立刻出現你一排朋友的照片 然後它下面就寫說 你的朋友會想念你 它就用那種情緒勒索 情緒勒索的方法 然後還有一次我想說 我要取消我的Spotify的那個會員 然後就取消訂閱 結果它就出現了一排歌單 然後那歌單這樣看下來 它就寫說 If you leave us You will take away the biggest part of us 就是又是一個情緒勒索 而且是非常文青的情緒勒索 對啊 情緒勒索這種我覺得還有遇到 比如說我們去逛網拍什麼的對不對 然後它就會說什麼 庫存只剩下五件 庫存只剩下八件 或者說有幾百個人在看這件事 對 有幾百個人也同時在看 對 或者是說什麼 這個倒數多久 這個價格就會沒有 然後它會放一個那個電子時鐘這樣 對 但是其實好像有研究員 去比對這個插件 然後外掛的軟體 發現那個數字是隨機的 OK 那佳玲要不要跟我們講一下 有一些很容易被miss掉的這種手法 對 最容易被忽略掉 就是你一開始的時候 它是用那種免費的去吸引你 它就說你先 我先讓你免費試用一個月 但是你還是要輸入你的信用卡號 結果你就忘記去取消你 就是你不要用 然後結果你就忘記去取消 結果你的信用卡就這樣被扣 然後就很多人就因為這樣 就默默的被扣了一個月 然後六個月一年這樣 然後就 天啊 而且最可惡的是 10月了 對 而且最可惡 很愧是新山上 好啦 我做一個結論好了 說實在的 像這種暗黑的手法 我覺得做生意還是要誠信啦 因為說實在我被騙一次以後 我對這個網站印象就非常不好 以後生意都不給他們了 所以我覺得這種做生意方式 是走不長久的啦 太懂事盡力了 對 沒錯 好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幫我們在臉書按讚跟分享出去 或是在YouTube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如果想看更多的國內外新聞的話 請您上這個YouTube搜尋環語新聞 我們下週見 今天如果我和我老公在一起的話 我不會要不要這樣做 因為我覺得我們 我們的個性還是比較不喜歡衝突 我們會覺得這個處理方式太精進了 我們就把它剪下來 然後看一下車子裡面 是誰 對 如果是小屁孩 我就會罵他 然後如果是 就是有恰理 恰紅的 丟毛 我就會把你去丟掉 就是那個七三 七三炮 他被打 等一下 不是真的是這樣子 就是真的很多人七三炮了 像譬如說 現在我常常開車嘛 然後有時候 我老公就是因為 他就坐在副駕 對 幫他放下 他老公的全身罩 對對對 放下放下 然後老公坐在副駕 那其實有時候 就是 如果路上開車 然後自己也是會遇到一些狀況 比如說象徵小 然後會車或怎樣 然後會常常看到 駕駛女生 就想要來罵或是幹嘛 就是有一些刻板印象 但是他每次看到駕駛女生 來 走近以後 好 然後我 害我老公下車 他們就會立刻道歉 然後會很浪漫 放下 對 可是這不是好的行為 你不想下下別 真的這個不是好的行為 這這個不是好的行為 不良示範 請入模仿